是誰給他們的壓力 讓他們非動手不可 不准幫顏寬恆 比起民進黨的大魚大肉 林佳龍怎麼好意思來舉發 你的標準是什麼 說清楚講明白民進黨怕什麼 台灣的整個的國家機器 府院黨 司法 警察 還有包括我們的國營企業 已經全部通通一把抓 抓在我們的蔡英文領導人的手裡 完全為他個人的政治目的來做服務 不管是選舉或者是公投 讓我們覺得不寒而栗 今天在中二選區所發生的這件事情 首先跟大家報告 這是一個非常不可思議的 在非常民風淳樸的鄉下 在霧風 在烏日 這都是行之有年的地方習俗 就是每年歲末的時候 年底的時候 里長都按照這一二十年來的慣例 會在家裡頭 會在他們的這個辦公室 炒米粉 準備一些地方小吃 邀請他的林長啊 還有平常熱心里內公務的里民 在歲末年終的時候辦感恩餐會 同時跟大家互相交換一下 在里內的所有的相關的事物 過去常為他們長期服務的顏寬恆 沒有錯 顏寬恆 現在是候選人 他當然要請跑基層 面對長期跟他互動 他幫忙做選民服務的里民 在辦年終的歲末感恩餐會 他當然一定要去參見啊 結果沒有想到 竟然先被警方調去 隔天上午是調查局 下午是檢察官 讓這些里長感到莫名其妙驚恐萬分 為什麼一個每年都辦的活動 卻在今年風聲鶴唳草木皆兵 要把他們通通調去 好像現行犯一樣 里長覺得非常的無法接受 其中有一位里長 他本來身體就不好 他本來就打算去醫院就診 結果沒有想到 竟然在這個時候被調去 他出來之後 跟他的家人說他快要死掉了 他非常痛苦 他的身體非常不舒服 而且他心裡非常非常的恐懼 他覺得他快要死了 所以他一被問出來之後 他馬上送急診 現在這位陳中望里長 還在住院當中 一個這麼單純的 里民 內部的一個 睡末感恩的一個小餐會 現場也只有平常 他們所熟悉的炒米粉 跟地方小吃如此而已 行之有年 我不相信警察調查局不知道 是誰給他們的壓力 讓他們非動手不肯 這樣子恫嚇基層 當這些里長被調去的時候 他們還一頭霧水 滿頭霧 他問說為什麼要把我們調來 他們就跟他們講說 啊偵查不公開 對於這些基層草根的里長 覺得非常恐怖 為什麼一場單純的選舉 會搞成這樣 在地方上已經是風聲鶴唳 是誰的命令 讓他們必須做這樣子的一個動手 來恫嚇地方基層 釋出一個非常強烈的訊息 就是讓中二選區的人基層通通知道說 不准幫嚴寬恆 只要幫嚴寬恆緊調伺候 我們還是一個民主國家嗎 這樣的選舉公平嗎 小老百姓不害怕嗎 這是什麼標準 他們違反了哪一點選罷法 你告訴我 全台灣這麼幾十年選舉以來 大家都知道炒米粉購完湯 非常基本的配備 就算他不是他們單純的 稅末趕上參會 就算他是連寬恆的選舉參會 也沒有違法啊 比起民進黨的大魚大肉 林佳龍怎麼好意思來舉發 他選舉的時候板斗還有龍蝦 這麼澎湃 大家望之相悖 現在正好在公投期間 民進黨也辦了很多參會啊 也送了很多參和啊 有違法嗎 有違法選罷法嗎 為什麼檢調法務部不敢出來說清楚 想明白你的標準是什麼 從陳定南時期就有明文公告 炒米粉簡單餐會 非常符合台灣的民俗風情 這些都是允許的 你為什麼用這種莫須有的罪名 你把里長調去問 一調三次連續兩天 現在還在後傳當中 想要恫嚇基層恫嚇百姓嗎 今天民進黨可以這樣子濫用國家機器 為了選舉不擇手段嗎 相較於我們剛剛講到民進黨的公投 相較於這次林秉書的案件 一個震驚社會 如此暗黑不堪的一個案子 結果我們看到林秉書 他當天 他居然從地檢署要到地院的時候 還可以沿路接受媒體訪問大放厥詞 何來如此堕書待遇 為什麼檢調隔天才要去搜索 搜索了以後 為什麼他的自白書會外洩 為什麼所謂高家瑜的自白書會外洩 當林秉書還在那邊動後說 他握有不堪的影片跟相片的時候 難道未來這些影片跟相片也會外露嗎 檢調在哪裡 警察在哪裡 為什麼連我們的中央政府機關單位 國發會所屬的帳號 居然也在發動改變林秉書的維基百科內容呢 現在是怎麼樣 整個國家機器都在發動 在幫林秉書這件事情 漂白洗白 當有這樣子龐大的暗黑網軍 居然不但是動用暴力 脅迫 甚至於長期的對他人身自由的脅迫 現任立委耶 林秉書被關在外面 被關在裡面 外面還有網軍 繼續幫他洗白帶風向 警察不查嗎 不敢辦嗎 因為他們直屬民進黨中央 直屬中央政府嗎 這種害人聽聞 破壞整個台灣善良風俗 這麼明顯的受害者 這麼清楚的犯行 檢調不敢辦不去辦 跑來中二選區 無端的威脅動含基層 李明的正常李明活動 這不叫雙標 什麼叫做雙標 民進黨這樣子掩護非法 盼護犯行暗黑網軍 修理無辜清白的基層里長 想要意圖影響選舉 公然視法律於無誤 公然動用國家暴力 影響破壞選舉 我們今天在司法法治委員會 要要求我們的檢調 要求我們的法務部長 說清楚講明白民進黨怕什麼 為什麼不敢 為什麼要來黨 幫忙為事嗎 整體就是一個犯罪集團的概念了嗎 就是一個幫派的概念了嗎 是法律無辜 我們的法律 我們的檢調我們的司法 通通幫民進黨服務而已嗎 是這樣子嗎 台灣的民主可以淪落到今天這樣的地幕嗎 所以我們今天在這邊召開記者會 不信公理換部位 不信公理換部位 在未來一定會面對民進黨更多的奧部跟壓力 剛現在不演了也不管了就對了啦 今天法務部長一定要有一個清楚的說法 謝謝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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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